大家好,我是莉莉 番茄炒蛋因为烹制方法简单,营养搭配合理,深受老人和孩子的喜爱 我准备了两个西红柿,四个鸡蛋 先把鸡蛋打入碗中 这道菜虽然做了无数遍,但是其中有很多小技巧 鸡蛋和西红柿的重量比是1比1 在鸡蛋中放入两克盐 接着放入10毫升的清水 清水能够让炒制出来的鸡蛋更加蓬松,鲜软,滑嫩可口 这是一个小技巧 接着要加入一些料酒 料酒能够有效地去除腥味 下面我们要充分地打散鸡蛋 打到完全没有阻力 表面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开始处理西红柿 去掉中间的地 把西红柿切成大小适中的小块 如果西红柿的块很大 那么烹饪的时间就会变长 这样就会影响鸡蛋的鲜嫩的口感 如果西红柿的块太小 就会出很多的汤汁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喜好来处理 西红柿切好以后可以放在盘中备用 我们下面需要准备一些葱 葱是用来提香 10克左右就可以了 锅中放入油 开大火 我们准备炒制鸡蛋 油温升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倒入蛋液 这个油温大家也要控制好 一定要高温 如果温度太低 鸡蛋就不能够迅速的膨胀 影响鸡蛋的外形和口感 定型以后盛出鸡蛋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在锅中再加入一些油 我们准备炒西红柿 因为油温高 西红柿又有很多的汁 所以这时候很容易被烫伤 大家一定要注意 放入葱以后 加入盐 糖 和白胡椒粉 翻炒几下 加入刚刚炒好的鸡蛋 迅速的翻炒 这样营养又美味的西红柿炒鸡蛋就做好了 看似简单的西红柿炒蛋 也是需要我们用心 为家人烹制 越是简单的食材 越是需要注意细节和技巧 我是Lily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